午后 联储加速减码购债 美股转涨 北京时间16日凌晨 美股周三午后转涨 美联储宣布维持利率不变 将每月资产购买规模减少300亿美元 加息入境点阵图显示 联储官员预计明年与后年各加息三次 纽约联储制造业指数增长超预期 就在美国联邦政府达到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警告的支出资金 即将耗尽之际 美国国会民主党人通过了一项提高债务上限的法案 周三早些时候将其成递给美国总统拜登 周二美股收跌 与等软件公司领跌 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指表现相对弱后 该指数收跌1.1% 邓姆公司Meta Platforms和邓姆公司Alpha ByTC接收跌 在关注美联储会议的同时 投资者也在关注新冠奥密克荣变异毒株的发展 周三经济数据面 美国11月零售销售 环比增长0.3% 增幅低于预期 暗示美国消费者在近40年来 通胀最大增幅的背景下正在减少购买量 展望未来 一项衡量企业未来6个月收到价格预期的指标 跃升至创纪录水平 表明通胀压力可能在2022年初持续 后库股价走低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禁止进口和销售其产品 英罗库的产品侵犯统一电子公司专利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 被英国金融时报评为年度人物 就在两天前 他还获得时代杂志的类似殊荣 美国总统拜登呼吁国会举行听证会 调查泰森食品等肉类加工商 是否存在反竞争行为 这要上吊本财年的营收指引 预计2021年第四季度 原材料部门的收益将出现环比下降